他真的很夸张 真的 可是我真的觉得 这就是恋爱啦 因为他男朋友还送他 一台车子 而且车牌上面 还是他的生日 欢迎收听 夫妻蠢聊天之音乐人间观察室之夫妻好心情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三二 每个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日啦 挑三天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可是 这个 这一集版是应该在上个礼拜播出的 所以我就说挑三天嘛 哪三天 不知道是哪个礼拜哪三天 我们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超久的 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默默就停播了 不要这样 有人在等我们 我们节目啊 正式迈入了第一周年 对啊 现在就是 从八月二十二号一周年开始 就是真的 已经一年多了的意思 对 原本我们就打算 八月二十二号一定要做一个特别节目 结果竟然就是这样拖过去 因为那天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而且我就是累了三天 我们在忙什么 我们在忙一个课程 对 就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我们节目开播一周年 迎来了 就是刚好在周年纪念当天 就迎来了我们第一次的有钱拿的课程 对 对那这个课程啊 我们之前真的是战战兢兢的 对 而且没想到就是还没有准备的非常妥善的时候 就突然说 诶就下礼拜哦 对 非常的紧张 对所以我们是怎样 我们是 这个是一个线上课程 然后 要教乐理 也要教音乐写作 嗯 对 那其实 虽然说音乐本身是 我的 算是我的那个啦 我的本职学能 嗯 可是如果真的要是在短短的三个小时内 让大家熟悉什么音程啊 音阶 其实对我来说压力蛮大的 对 再加上我也没有线上教学的经验 就是直播的教学嘛 对 所以 就是我真的在之前 我真的算是蛮紧张的 蛮紧动的 真的 非常的紧 没错 非常的紧 对 紧绷紧张紧 是 对 所以就是我们 在课程当地还吵了一架呢 是 因为我 我要跟你说对不起 因为我紧张的时候啊 就是会 很求好心切 所以我就会 比较急一点 然后你那时候说 你听不懂 然后我就很急的说 我刚才不是有说过吗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我没有恶意 我真的就是 只是太紧张了 嗯哼 对 可是还好 后来的表现 嗯就是 有算是还OK啦 对 就是学院的评价 也是给一些 我觉得很受用的建议 对 没错没错 关于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下周 不是 应该是在下一集的时候 可以聊一聊 就是在那个周年纪念的时候 来聊一下我们这一整年 做节目的感觉啊 然后感想啊 还有就是 听众朋友想要问我们的问题 我们可以在那一集的时候 好好的聊一聊 嗯嗯嗯嗯 嗯 好 其实今天的时间是 星期四的下午啊 为什么我不用上班呢 因为我们昨天去打疫苗 对对对 对 去打高端 哇 你要讲品牌啊 我觉得没什么差 我们会掉粉吗 怎么会 就是有一些蓝蓝的绿绿的 或者是粉粉的 我不知道 那 我讲粉粉的 我觉得我好厉害 我只能说高端的人 就会打高端 嗯 好 OK 反正我觉得有什么打什么啦 就预约到了就去没 这样子 对啊 然后 很幸运的是我们 好像都没什么副作用嘛 目前没有 正常还可以录音这样子 对 对 可是我觉得比高端 更重要的事情 嗯 是你有可能会走上舞台 去领一个奖 对 对啊 我觉得这一段 还就是一直没有录音的时间 真的发生好多事 是 昨天是 一年一度 广播金钟奖的 入围名单公布的日子 嗯 我个人做的两个节目 都入围了两项 非常厉害 就是爱上新竹 入围了 最佳 社区节目 跟社区节目主持人 可是主持人不是我 是我帮他们制作这样 但我余有容颜 对啊 而且你会让他们的这个 节目主持 变得更有风采嘛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颠覆故事Steam 对 这个入围了 最佳儿童节目奖 跟儿童节目主持人奖 超厉害 对 我真的觉得 很 觉得很欣慰 然后也觉得 很 我想要为自己 好好的庆祝一番 真的 对 因为 当然这个案子 真的是很多人 一起齐力完成的 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功劳 对 可是我觉得 那一段日子啊 就是我在赶工的日子 就刚好是我们 开始做Podcast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一开始 我们一开始 节目播出的时候 其实为什么 我会想要做 我们的节目 其实就是因为 那时候压力真的很大 所以需要找一个树洞 一个出口 对 没想到 真的这一年来 就真的 回顾那一段 疯狂加班的日子 真的觉得自己值得 对 对 我觉得你真的超厉害的 疯狂加班 做两个节目 而且是在 几乎重叠的状态之下 对 还做我们的节目 夫妻纯聊天 对啊 而且当时还有一段时间 是日更的 到底你的肝 有几个破了 我不知道 对啊 反正 就是我觉得 今天我刚好带到 诗子座的话题 就是诗子座的个性 是怎么样呢 其实就是 很自我中心嘛 然后其实希望自己站上舞台 那其实我觉得 以广播这个工作来说 其实比较不是一种 会是主流媒体 或者是会成为 聚光灯的焦点 美光灯的焦点的一个工作 其实很长时候 是忍受着孤独的 对 在默默的在坚持着 然后其实 我今天看到一句话 就是我以前的作文老师 黄秋芳老师跟我讲的 就是我在脸书上 写了一段文字 我就说虽然一度都会有 疲累跟怀疑 但是我最后还是找到初心 对 还是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然后他就说 人生没有怀疑与疲累 怎么找得到初心 对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 给我很大的鼓舞 就是 就是我觉得 我们 在背后 在做节目的人 其实 我们虽然说是一个常进人 但是其实我们也是 幻想着可以站在舞台上 对啊 那我觉得 只要是有这样默默付出的人 其实都值得掌声 对 也值得好好的庆祝一番 对啊 然后我们甚至还有一个学姐啊 就是 她就说 她只要是入围了 她就一定会庆祝 因为她也是一个资深广播人 对 然后 其实我们也很感谢她 因为她也是算是我们的恩人啊 就是也是曾经在节目上 推荐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对对 对对啊 然后她就说就是 呃 因为入围就是肯定嘛 所以就是 如果是颁奖典礼那一天 如果没有得的话 那就不会庆祝了 所以呢 就一入围就要庆祝 对对对 不然的话 得了奖 就当然会更大庆祝嘛 没有得奖就不想庆祝了 所以都没有庆祝到 是 所以我现在决定 就是现在就开始庆祝到 9月25号颁奖那一天 不错哟 呵呵 对啊 真的 我觉得有过怀疑之后 真的会 会想要让自己回到初心嘛 是 你那位作文老师 有这个传讯息给我啊 他就说 婚姻也是这样子哦 他想要 对 我说老师是教会的对 真的是这样没错 是是 谢谢老师 对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多时候 没有一段路是白走的啦 就是我曾经上过这个老师的课 其实也是让我可以 用很多方式去 在做节目啊 或者是在企划节目什么 都非常非常受用 就是还有我们教学 就是用文字联想的能力啊 然后听到音乐想象人生啊 我觉得都是有影响的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 真的 我即使说 曾经有一度怀疑 我是不是选错 对 因为真的 这个行业真的算是 很难赚到大钱的行业 嗯 对 即使是你看 入围奖金 其实也 应该也很快就没了 当然了 对 就是也没有多少 对 对 但是我觉得 选择自己所爱 也爱自己所选 嗯 对啊 就是 觉得 既然已经选了 我就 坚持把这件事 做到极致的好 对 真的 嗯 没错 好 所以我今天 不会讲到什么 很艰深的阅历 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要来 庆祝一番 嗯哼 对就是因为我们说 诗子座其实是一个 很 很 就是在party上面会很狂欢的嘛 嗯 会非常非常的high的 对 那我就选了三首 就是 我觉得是 很适合表达我现在开心的心境 嗯哼 的三首曲子 嗯 然后都 都刚好都是日本的曲子 嗯 对 那第一首呢 我来带来一首就是 嗯 我们在 诗座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集我就有弹到他的曲子 就是 smab 嗯 smab 那时候我是弹的是 lion's heart 嗯 对 狮子心嘛 嗯 那我今天要弹的这一首叫做 芹菜 嗯嗯嗯嗯 Cellery 对 对 这一首曲子啊 是smab 比较 偏向比较 呃 不会到速度很快 但是算是一直很轻快 对 但是没有到很快的曲子 嗯哼 那我等一下的改编 其实我是参照一个钢琴家 叫做 嘉宇哲美农 他的改编 嗯 他的改编就是 把他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乐 嗯哼 非常非常的 华丽也很快 这样子 嗯哼 那其实 但是他的主要的节奏感 其实是有点偏向 Bassanova的 嗯哼 对 有点像是加快版的Bassanova 哦 对 那我觉得这首曲子真的是 我每次弹我都觉得 非常非常的畅快 嗯哼 就是觉得很爽 这样子 嗯哼哼 对 那就跟大家分享这首 Cellory 好 芹菜 嗯哼哼 свои负at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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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右手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者是第二支手一起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会很多那种 我讲一个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对 就是我觉得很像踢踏舞 也可以这样子哦 对 不是一般的那个 爱尔兰的踢踏舞的风格 可是会有一种 好像 你会觉得很像 很想要跳跃的感觉 对对对 对 那其实这首曲子啊 我觉得它 整首歌啊 就是很多切分音很好听 就是 还有很多那个三连音 就是 就是 好 那切分音就是那样 好厉害 对 会有一直很像不断抢拍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你会觉得它很 很开心 而且好像很想要往前冲 对对 那它几个地方 有慢下来的地方 我也觉得很好听 嗯 我觉得这个这个 对 这个一般也很好听 嗯 对 就是会觉得让你觉得好像是 恋爱的人 然后 嗯 觉得算很小确幸的感觉吧 就是会让你觉得很 心情很丰盈 很想要 畅快的就是一起 跟你的另一半就是很开心的玩乐的感觉吧 恋爱的小确幸 是 比方说什么样的状况你会觉得有恋爱小确幸 就是 像今天没有小孩在 我刚刚马上想到一个我们的朋友耶 嗯 他真的很夸张 哈哈 你是说那个 就是有一个在 他男友送他 对 有一个在开咖啡店的一个少女 对 他之前谈恋爱的时候都没有这么 现在这么高调 最近不知道是为什么每天都发十几则 对 而且还就是狂 就是在那个脸上塞他们亲吻的照片 对对对 然后我就留言说啊 就是因为我昨天打 打完高端之后 我看到这张照片嘛 然后我就说 医生叫我打完之后 在外面休息十五分钟 没有不舒服再走 对 然后我就看到这张照片 我想要跟医生说 医生对不起我眼睛不湿 哈哈哈哈 眼睛不舒服 对 对 他真的很夸张 真的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恋爱啦 因为他男朋友还送他 一辆车 一台车子 而且车牌上面还是他的生意 然后他还踩着他男朋友送的鞋子 然后捧着他男朋友送他的花 然后呢两个人就在那边 在车子旁边拍一张合照 然后什么话都不说 给大家自己找线索这样 哇塞 天啊 我们以前有这么讨人厌吗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们以前也有在闪别人 可是送车子这个我真的没办法超越了 好想要闪别人哦 哈哈哈哈 可能下辈子比较有机会 而且我还 我一直在想说 难道是真的是送这个女的吗 还是说是男朋友的车 但是他就是 哎生日都已经在那个车牌上了 哎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们之后要结婚 那车子也是男的啊 为什么 是男生送给女生的啊 应该就是记得他名下不是吗 好我们把这一集给他听 然后请他来做回答 哎我们会不会结交 不会啦 我还是很恭喜他 哎对对我那边打个广告哦 竹北的竹北市的时差咖啡 咖啡超好喝 对对对对 而且他的提拉米苏超好吃 连那个盾牌牙医史舒华 嗯 吃到都赞不绝口 然后让这个我们这位朋友啊 叫做杏子 嗯 整个就是订单接不完 然后就一直一直挤到后面去 他是有实力的 虽然他闪我们 可是他真的 咖啡好 点心也棒 是 好啊 那祝他幸福啰 这是真心的 酸什么啦 真心的 嗯 好啊 那第二首啊 我就来分享一首 就是有个叫做T Square 就是方格子乐团 嗯 他的那个中文翻译叫方格子乐团 嗯 他是一个融合爵士乐团 然后 其实算是在台湾 很富知名度的 然后他也曾经来台演奏过 然后他们是全部都是一些像 比较像偏向铜管乐 譬如说木管或铜管 就是像Saxphone 嗯 但是他们很多的乐器都是 就是电子的 嗯 对很特别 就是你听了之后就觉得 诶 他居然是用电子的乐器 但是还是很 还是有那种 嗯 就是大乐队的那种感觉 嗯 对然后他里面有一个钢琴 就是有一个键盘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键盘手 嗯 但这个 这个键盘手啊 就是我等一下谈这首曲子的作曲人 他叫做和泉红龙 嗯 对可是很可惜他就是在 今年就是2021年的4月26号过世 嗯 对那想念63岁 哦 对 但是我真的觉得他是 嗯 就是爵士钢琴上面 我觉得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 而且他的爵士钢琴也不会到 非常非常的 就是那种很复杂的爵士吧 嗯 我觉得反而比较偏向 比较琴歌派 就是田园派 很多人说他是田园派的钢琴家 嗯 对就是很舒服 但是他真的觉得很夏日 很夏天的 然后很 很温馨 然后很美好的感觉 嗯 对 那我现在带来这首是他们 这个团1986年发表的曲子 叫做 宝岛 嗯 对 相信只要是有参加过管乐队的 管乐团的人 嗯 很多都会练过这首曲子 因为这首曲子真的是 管乐队的圣经 就是算是非常非常常有人会 一起演奏这首曲子 因为这首曲子真的非常非常好听 又很high 嗯哼 对 那我就尝试用钢琴来改编演奏 好 对 宝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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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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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